依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 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罹患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及脑中风的几率 都比一般人还要高 为了提升民众预防慢性病健康势能 并且从小扎根 台北市卫生局举办预防代谢症候群健康大挑战奖励活动 欢迎亲子共享盛举 获取健康知识又筹商品卡 好那活动呢我们是从这个110年的8月9号 也就是8月9号到8月22号这边来举行 那两波的活动 第一波是量腰围的部分 那我们透过台北市的这个 我是台北人的FB上面可以做这个贴文 那我们当中就是留下这个宝贝帮长辈量腰围的一个照片 然后再配合两个好朋友留言 腰围标准值 那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 这个是第一波 我们会抽出20名获得这个超商商品卡500元 那另外第二波的部分就非常有挑战了 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健康知识 要来做这个学习 所以在方月23号到9月5号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粉丝专业当中 来做相关的这个网页知识挑战的部分 那完成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有20名的这个超商商品卡500元的这个部分 控制代谢症候群可以先从两腰围做起 另外血压血糖偏高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 散酸甘油脂偏高 也是代谢症候群的警戒指标 在在家的时候很容易会有心情上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忧郁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的话可以用检视健康表 健康表的方式去做一些简单的筛选跟提估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来提供一些服务 那第五次就是做检查早发现 也就是国舰署有提供就是 40岁以上的人三年可以做一次成人预防防健的服务 或者是65岁以上可以每年有一次 能够及早发现然后及早做介入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就是代谢症候群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跟矫正 要预防代谢症候群 先透过五大指标了解自我身体状况 再配合五公秘籍 就可以达到早期预防的效果 慢性病也就无法找上门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